各位观众听众网友们好 我今天想利用一点时间 把过去一周所发生的那些药文 做一个简短的点评 那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一周里边 世界上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除了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种 相互之间的这种出牌 然后尤其是像中兴 中兴这公司呢 受到美国商务部的这个处罚 然后紧接着要对华为进行处罚 所以这样的一些事情 引发了很多的议论 另外呢在国际上 我们也知道爱沙尼亚 这样一个前苏联的国家 那么现在是属于东欧转型 转得比较快 比较好的一个国家 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 这个就是说政权的变动 就是他的总统啊 这个原来担任了很久的总统了 还想继续的连任 有点像玩这个普京的那种 二人转似的 就是早在2015年 他就主持修宪 把这个权力呢 由过去的总统制 改变为什么呢 改为议会制 就是由总理来掌握实权 所以现在他总统任期到了 他就想接下去再当总理 但是呢就引起了 这个公众的愤怒 尤其是军队 高级军官和一些士兵们 他们都不满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呢也站在民众 抗议的一边 所以这种抗议呢 在这个中兴广场 和全国各地方 持续了一段时间 其实并不长 一周左右的时间 后来呢在这种权势 应该说是 各个群体的这种压力下 这种政治压力下 和民众的抗议声中 这个总统呢被迫辞职了 就是说他的这种 想独裁 控制垄断 这个国家权力的这个企图 遭到了失败 所以呢网上有很多的网友 在点评说 这个搞独裁的人 为什么在其他国家 就能受到抵制 比如说前东欧 前苏联的国家 曾经发生过像一些 所谓天鹅戎革命啊 颜色革命啊 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 而中国的这个独裁者 他想要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而且呢很多的高级官员 包括很多的所谓知识分子 这个御用文人 都在替他们 在做这个舆论的准备 在各方面配合他 所以呢 包括这个国家的企业家 这个国家的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社会 精英分子呢 都在为权力服务 或者向权力靠拢 所以这呢 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呢 提出了很多的这种问题 引发思考 就是当代的中国人 到底还有没有一点骨气 有没有一点良知 讲到这的时候呢 大家说那中国 无论是中芯公司受到处罚 大家引发了一个 中国到底算不算 在世界上算不算一个大的经济体 有没有引领世界的能力 的这样一个议论 因为如果你这个芯片 这个核心竞争力 是受人 受他人之治 自己没有自主的研发能力 不能开发出原创性的产品 不具备真正的自主创新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 你拿什么跟别人竞争 你拿什么引领世界潮流 大家还记得 仅仅在两三年之前 习近平这个经常喜欢 开一些所谓的国际的这个大会 在国际大会上面 经常所谓指点世界经济的方向 而且国内的官方媒体 也都配合大肆的吹捧 说这个习近平主席 为世界经济引领方向 指名道路等等 这种吹捧太多了 简直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笑话 那大家说 如果要想科技创新 那应该有创新的环境 那么这个最重要的环境是什么呢 当然是制度环境 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 没有新闻出版的自由 和结社的自由 甚至没有批评的基本的权利的话 那么怎么可能有创新的产品出来 大家知道创新首先是 需要有独立的思考 独立的这种专严 而在中国现在还有多少独立的 这种精神可言呢 那么如果科技落后的话 大家就要追问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那中国的教育是没有灵魂的教育 是实用主义 机会主义的这种 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的 这样的一种所谓象牙塔 但是连象牙塔都撑不上 因为你跟过去那种真正追求学问的 那种纯净的氛围相比较 今天的大学校园已经是非常的污浊 根本连大学 这个象牙所谓精神家园 象牙塔都没有办法再 用这些词来形容了 对吧 最近还发生了一个事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1996年 就是当时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这什么事件呢 就是北大的当时一个女生 这个叫高岩 高岩是中文系的学生 好像是古文献专业的 中文系的学生 她是学文学 就是非常有专研精神 好学上进 希望将来做学问的这样一个女学生 长得也很清纯 漂亮 后来被当时的她的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叫沈阳 就跟中国的一个城市 东北城市的名字相同 这个沈阳教授呢 那个时候当然还不是郑教授 大概是个副教授还是讲师 现在我忘了 就当时呢 她当时说好像关心这个学生 因为又是班主任 还是任客教师吧 主要是任客教师 不是班主任 我说错了 那么她当时就经常找一些机会 让这个学生跟她接近 那么后来呢 就对她有歧途 对她慢慢的也就勾引上手了 不管是强迫的 还是怎么样 使用什么手段 最后呢 这个女生跟她上过床 但是这个女的精神上 女生啊 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她是不情愿的 是沈阳采用各种手段 胁迫她 让她一步一步 等到她真的上了当之后呢 沈阳又跟其他的女生 她这个应该说这样的老师 是拜类嘛 教师中的拜类 她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事 然后呢 她跟其他人上床之后 居然说起来跟沈阳的这种关系 是沈阳主动的 不是说沈阳 是那个高岩 说高岩是主动的来找她的 而且意思说高岩各方面都不如别人 她看不上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沈阳这个人呢 是非常的无耻啊 她就是说 把这些东西 这个做得这么卑鄙肮脏的事 居然还去从精神上 去羞辱和打击 这样一位清纯的女生 后来这个女生呢 在一些非言非语 一些压力下 最后呢 她跟自己最好的朋友 其实也想 透露自己的心声 但是几次 就是话得到嘴边 都没有说得出来 然后她的朋友 闺蜜当时呢 对这个两性关系 也没有那么了解 所以呢 这个一直到她自杀 周围的人都不是特别清楚 他们是怎么回事 但是人们是知道 隐隐约约的知道 她跟这个老师 就是沈阳之间 是有一些不太正常的 所谓实声关系 就是不是正常的实声关系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她死去已经二十年以上了 那么为什么大家还在追问这个事情呢 是因为她当年那个闺蜜 现在已经在海外 她觉得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沈阳 混得人模狗样的 到南京大学文学院 还当什么教授博导 一大堆的头衔 她没有任何的歉意和愧疚 甚至过去在提起这个事情上 她还公然的撒谎 说她跟这个高岩 没有任何的关系 高岩的死也跟她没有关系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闺蜜 这个女同学就很愤怒的 在网上发出了这些 包括对高岩的回忆的 这篇文章 当然主要是谴责沈阳 那么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呢 这也算是一种举报吧 引起了这个大家的广泛关注 所以呢 这个从北大到南京大学 大家都非常关注 现在呢 这个在压力下呢 北大和这个南京大学 都相继的做出了一些相关的处理决定 当然没有追究当事人 就是当时怎么来为这个沈阳开脱 怎么样帮助他离开这个学校 或者避开这个风头 最后呢 又调到南京大学 成为南京大学的 所谓的学科带头人 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 就是让大家就追问 今天的大学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大学 好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大学 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教师中的败类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神之以法 或者是 就至少在道德这个层面呢 要进行这个 一种曝光和这个谴责 我想这个 这么多年来 在中国的高校里边 或多或少的 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 就是教师利用自己手中的一些 具有诱惑力的一些东西 包括这个升学啊 包括这个成绩啊 分数 还有在得到一些特别的关系 推荐 甚至特别的栽培等等 可能是有一些这样的一种交易 就是我们社会中已经早已存在的 所谓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 那么在大学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居然还有用学问 或者做求学的这样一个机会 一种提携帮助的机会 来作为交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诱饵 所以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想 有些人呢 对这些中国的高校 本来就有很多的猜测和议论 说是不是中国大学 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啊 是不是这个教授博导 院长系主任都有这样的事啊 这个说法呢 我不是特别赞同啊 就是说 你不可能说这个大学里面那么多的教师 都是这样的人啊 这毕竟还是少数 是败类 但是现在呢 确实有一种逆向淘汰机制 就是真正好的人 正直的人 反而得不到重用和赏失 而那些善于专营的 这个难道女仓 这个搞一些歪门邪道的人 反而能够得到重用 这样的事情是存在的 所以呢 这个也就是大家 为什么对中国的教育制度 对大学产生了这么大的不信任 这当然是有着密切相关性的 那么如果要是讲 真的有一些事实非常清楚的 那一般来讲 大学也不敢公然的掩盖 他们可能一开始就觉得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尽量的想办法避免怕给这个学校 把给所在单位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真正 如果要是讲事情非常的公开了 而且事实非常清楚的话 他想掩盖掩盖不住 而且说实话 谁也不愿意为这个事情来背黑锅 谁愿意 就是说你去蒙蔽 去帮助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人 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良心上也有愧 同时也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一般人我相信 也不会是有意的去帮助他们去掩盖 那么我想到就是在十几年前 我的一个学生 当时他在读研究生期间 编了两本书 一本叫解读北大 一本叫解读清华 这样两本书出版了之后 这个他也寄给我了 这个书现在就在我手上 这个书当时他是请我写了一个序 这两本书都是前面的非常醒目的地方 第一篇就是我的序 我这个序名称叫什么呢 叫追寻大学之魂 所以我这个序是什么时候写的 是2004年写的 虽然这个序不算太长 当然我也没必要都读 因为叫我背 我现在自己十几年过去了 我也不可能每个字都能背得下来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里边的一些段落 我觉得认为比较重要的段落 给大家读一下 因为我是十几年前写的 当时这个落款是2004年2月29日 于北大燕北园 那就是我当时的住的地方 我说到身处大学之中 尤其是任教于这样两所世界文明的大学之中 我们当然会感到自豪和责任重大 今天国内的大学 虽然在设施条件和信息传播方面 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但在人文精神学术自由 智学敬业毁人不倦 以及行政管理教学科研辅助与后勤服务的态度方面 仍然是差强人意 差强人意 那么象牙塔中的人们 似乎越来越向权势和名利靠拢 看起来有些人得到的越来越多 实际上他们已经离真正的学人越来越远 因此他们实际上所失去的也越来越多 学术尊严在官僚等级和种种实惠面前 常常是节节败退 就连院士也需要攀附上 腹部级待遇才算是修成正果 这也是近年来人们更加追思和怀恋 二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北大清华 令人向往之人文学术环境的原因之一 切以为所谓大学之魂 在于特定大学或所有大学 所普遍追求的独立价值观 不为实事权势所转移 不为金钱虚荣所诱惑 不为压力而择邀 凡学人借应以追求真理学问 和社会共同福祉为己任 精尘所至 精实为堪 不读为道粮或名利所谋 乃君子之度 不以个人私利为重 而持天下之公论者 当为天下所重 五倍虽得晚 亦不应甘落先贤之后 自当及天下有智有师有才者之力 从政大学人文精神之风 数学人自由傲视之风骨 二十一世纪的大学 不应是没有大学独立自由之灵魂 和风骨的教条传播之所 而应是探究真理 论辩学问 开社会风气之先的思想之源 重温这两本书中的重要文献 和新进文章 会使我们得到精神上的引领和启迪 会使我们鼓起勇气 增强信心 要让大学成为全社会 所依赖和敬重的精神家园 能够补充营养和动力的加油站 在这里 他们可以寻求到一片 追求学问与真理的净土 可以自由的思想和质疑的空间 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学 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失去 2004年2月29日 于北大阎北云 那么这两本书里面 搜集了很多的 就是当年的泰斗级的人物的文章 比如说陈独秀 蔡元培 蒋孟林 鲁迅 胡适 张东森 贺林 马云初 等等 很多著名人物的文章 这个老北大的 还有老清华的 所以我在这都不一提及了 但是我就想 就是说 我在2004年写的这篇文章 如果要是放在今天 这本书 就这一本书 肯定就是没有办法出版了 那现在这本书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书店里边 或者在网络 网络书店能买到吗 当时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大家知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是受过几次查处了 受过打压 他出过很多有关精神类的 思想类的好书 现在遭受了重创 但是还在坚持出一些 比较有价值的书 所以我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感慨 来想我们是不是要多一点回顾 当年民国时代 那么那个时候的大学 是什么样的大学 今天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大学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去思考这些问题 否则的话 你说中国的芯片科技 怎么能够领先 中国的人文思想 怎么能够得到发展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没有引领世界的 或者是至少不远远落后于世纪的思想和理念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比较先进的教育 它怎么能谈得上 世界上的所谓大国 先进之国 那像北朝鲜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中国总是看到 就我们是站在50步 我们可以笑百步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就没有意识到 我们有很多跟这个朝鲜 非常类似的这些制度性的弊端吗 如果不根除这些弊端 中国如何能够进步 那么我想今天呢 我也不想说太多 我就说这么几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